上個月外交部組織跨黨派的訪問團前往美國來參訪 但是如今遭到爆料說國民黨議員林涛疑似不滿 購物時間遭到壓縮 因此就對外管人員來標罵 不對此竟然林涛出面來駁斥 他說當時是覺得外交部大掃眼 而且還粗言嘲諷他們才會覺得不高興 他就表達了 你們是慣得很開心 還是在這個過程中 他也說我都已經來這邊陪你們了 模仿當時外管人員的態度 國民黨桃源是議員林涛顯得有點生氣 外交部在7月籌組跨黨派代表團 前往美國觀摩共和黨全代會 現在卻遭爆料林涛和外管人員爆發衝突 根據了解民進黨成員在行程最後一天 以私人人脈安排和美國政要餐序 雖然有要約國民黨和民眾黨參加 卻被婉拒 兩邊因此兵分兩路 只是接泊車為了趕著接民進黨的成員回程 讓國民黨團員的晚餐時間被壓縮到只剩40分鐘 林涛認為駐芝加科辦事處處長等人 有揶揄他們的口氣讓他氣到當場發飆 小題大作要放到封面 簡直就像您講的就像是總統級的待遇 你們自己不想要拼外交 然後還要這樣來質疑我們 我覺得非常的惡劣 林涛除了和外管人員爆發口角針之外 泰北爆料疑似在機場附近的酒吧 圍著一名外交人員勸酒讓在場的團員很不滿 就連同黨的人都看不下去出面致止 外交同仁 他是希望跟大家密切的溝通 來彌補他長官的失誤 完全沒有所謂勸酒的環節 外交部沒有評論 外交工作不分黨派 與外管人員爆發衝突後 林涛海疑似嗆瞎 要找立委徐巧新幫忙修理外交部 同團的國民黨副秘書長江俊廷也跳出來 幫腔指責 讓外管人員覺得很委屈 甚至在機上痛哭失聲 我們沒有想要搬出誰或壓誰 委員 他確實可以針對每一次臺灣跨黨派的訪團 如果在海外遇到這種不公平的機制 他要怎麼處理 民眾黨團發聲明指控 是芝加哥辦事處的發言有瑕疵 林涛沒有針對外交人員 不過外交部原先安排訪團 是希望朝野都能夠多瞭解美國民主 卻意外造成衝突 實在是始料未及 記者賴海疑似嗚永安葬 宣新北台北上報道 然後來要遺大的三十五年 民族溪 民族溪 感谢观看